我手中拿到的就是刚才傅玉伟先生所说的这份病例 在这份病例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张显示有右头顶区的头皮搓裂缝合 而且呢还有左膝关节的搓伤 有很多的伤病 那么呢从这样的病例当中 又能够有出什么样的蛛丝马迹呢 而这样的受伤的背后 是否又有故意伤害等等呢 我们现在就把这份病例交给我们的毕律师 让他为我们探讨一下 我们请毕律师来看这份病例的时候 然后我们同时继续来 有一些问题要问一下傅先生 傅先生刚才他说 这个他回来是来拿衣服的 对吧 是以这样的一个理由 您相信吗 我不相信 那我问一下 你们当时为什么要离婚呢 性而不合 为什么 你能不能这么 你要是有好汉 你以实求实说话 那大哥你说说 你理解到的他们俩是为什么离得婚呢 他和三人俩的土地 你我妹妹不生气吗 再说从前 就是最高最高 对我再打算一下哈 他说这个事哈 纯层是 目前我干什么 他说这个杀凤硬呢 是杀凤硬 我再听一下哈 这一点咱们咱们咱们 咱们帮我干活 因为我们是拓包米哈 最低的七百个银 是是 对对 这不讲 最低的七百银 把这个包米拓了 属世卖了 他也和我要钱了 我刚解释这个事哈 要钱 我没给是用什么没给呢 这得从七百年以前说起 他在呢 我们能说来讲是有急事 急事上去呢 就去个酸病线 这个酸病线说 你呀 体格不好 你不看你有病 你对象体格再这么好 将来以后 家产都是你 他活不过你 就从那时候以后哈 那时候我老爷还健在 他对我的态度 我就说以前是大不一样 就从这一点的 听了一个酸病先生的话 对 然后对你的态度 发生了改变 发生改变 就是处处要钱 什么干什么都想要钱 好了我讲完 我讲完 你等一下 我听一下 大哥稍微等一下 您说的他处处跟你要钱 是怎么个要法 什么都要 男女之间哈 夫妻之间 何妨一开始也要钱 根本我这 现在已经到这地步 我可以说是 这个我害怕 我不敢说 现在我敢说 东贵宏惊人通过